比气势更要比实力 来自30所国中小高中篮球校队 实力坚强的球员齐聚基隆 一星杯校季篮球赛开幕事后第一场 基隆名传国中对上桃园大成国中 强强PK赛况激烈 开幕以后的第一站 打起来一定是势均力敌 非常精彩 一星杯校季篮球赛行之多年 为台湾篮球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今年在体育馆登场 吸引外县市强队来挑战 这次总共有30所学校来参加 外县市来的学校相当的多 像高中只有一队是本地的 五队是外地的 国中也是女生有四队是外地的 男生八队里面也有四队是外地的 只有国小是我们纯基隆市的队伍 我们也在计划说 是不是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要办一个全国的类似篮球 比较强的队伍的邀请赛 所以我们现在在计划是 基隆国小的前两名 然后再邀请其他县市六强 组成八强来比赛 这是我们对明年的一个计划 希望透过赛事发掘更多优秀的篮球人才 开幕式现场贵宾云集 校长教练们以实际行动支持 我们非常高兴基隆一信文教基金会 他们又继续来办理一信杯的校技篮球锦标赛 我们看到这么多热烈参与的队伍 我们知道基隆的体育盛事又更精彩了 我们也期盼透过一信这样回馈社会的 这样的善行义举 让我们的基隆市的篮球 或各方面的活动都更加蓬勃发展 从11月7号一直到11月11号 周六的总决赛精彩可骑 欢迎有空的民众前往基隆体育馆观赛 为选手们加油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